Hello大家好,我是腰本 又是减肥失败的一天 今儿咱们就斗胆复刻一下 孤独的美食家里面的奇迹猪排饭 这也是热心网友评论推荐给我的 所以大家也要多多评论或者弹幕你们想看的菜 话说咱们今儿使用的是猪童鸡 先给它下面剔个筋膜 接着用扎肉器对准结结实的肉块 快准稳地扎下去 这样腌制的时候更入味 再用我妈揍我使用的展览杖 按照拍一拍 上回有兄弟说这是防止复活 其实这样是给它放松 肉质更松散 你看这炖式的肉炸完一定很好吃 接着放入一小勺白胡椒粉 拌小勺盐 少凉的水 用手有力却不失温柔地揉搓 看它是多么的享受 冰箱内冷藏腌制至少一小时 接着拿出炸猪排的好搭档 原白菜切丝 同样还有味噌汤的好伴侣 嫩豆腐 先切片再切成小块 锅内一点点水 放入一大勺味噌酱 一招分干芹菜 霍了霍了煮开 然后再把豆腐放入 听听这味噌的声音 超简单的味噌汤就做好了 猪排已经差不多了 一点干面粉再打攒一颗鸡蛋 这次咱们用的是这种新鲜的面包糠 炸完更有层次 把炖式的肉放入面粉中翻滚 再放入鸡蛋液里裹满 所有在面包糠中轻轻按压 让它沾满 锅内倒入一点点油 油温135度 保持中小火炸7分钟 再转大火 160度炸2分钟 捞收孔油 战现奇迹的时刻到了 切开猪排 诶等等 这个肉色跟原版中的不太一样 少了那种粉嫩 我想了想也许要用另一种方法才能还原出原版一模一样的猪排 假如咱们这期点赞能到一万 咱们就一起跟随着我实现奇迹猪排2.0 然而这次也不妨碍咱们的伪奇迹套餐诞生 孤独的美食家半同款奇迹猪排饭就这样还原完成了 老规矩我替大家尝一尝 搞错了 喜欢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点赞加收藏 关注物名录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